曼哥 浩然他一直管着家里的生意 死一惯了 刚才的事 别放在心上 晚些时候 把性情的礼物送回去 别让人发现 没问题 二少爷 性情的那个人手真够黑的 咱们还是小心一点 还有啊 今天来那个女人也不知道什么路数 什么路数 好好查知道 二少爷 咱能不能商量一下 就是咱打把手 帮我 行 这样也算 好 表小姐 你回来了 来 给你 来 谢谢 浩然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 我 这是什么呀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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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新到的行李 把它送进我房间里去吧 没问题 你是谁啊 我是 多谢二少爷 怎么 是我伤到你了吗 你谁啊 你啊 笨手笨脚的 肯定很疼吧 没事的 你这个手一定要消毒的 我房间里有药 我去给你拿吧 我这里正好有消毒水 二少爷可以把手给我吗 你那点小把气 骗我哥还行 猜我这差了点 嫂嫂 不要 不要就算了 二少爷的事呢 我是不会外泄的 我呀 就是想留在陆家 帮二少爷成全 等等 你绕了这么大圈子见陆家 一定是冲我来的吧 这兰花 画得真漂亮 是二少爷和一位丫鬟一起画的 只可惜那个丫鬟心机不住 已经不在了 痴气而入 你说你是医术 中医真巧 刚刚把你脱脚的骨头折上了 二少爷没事不要动怒 更不要试傻 住手 是我不小心惊扰到了二少爷 林曼哥 是我将要娶的 未婚妻 从今天开始 叫她嫂嫂 您以后就是陆家的少奶奶了 这是您的房间 咱呢 我来了 来了 来了 我一定会为你报仇 你进陆家 是冲我来的吧 我就是为你来的 陆浩山 等等 你绕了这么大圈子 进陆家 一定是冲我来的吧 二少爷多虑了 你到底是谁啊 我是大少爷的未婚妻啊 光鹤 不是 那你缠着浩人干什么呀 您看错了 是她缠着我 你 光鹤 那个女人是你带来的吗 还说是你的未婚妻 可她在勾引浩然 不要多想啊 文哥是医生 帮助浩然也是应该的 再说了 表姐的心思 我也知道 我自然也是希望表姐 能够坐上二少奶奶的位置 她万一是个居心不良的呢 怎么是我伤到您了吗 别忘了当初家里是怎么被那个女人搞得鸡犬不宁的 辛苦了 曼哥 这些事情交给仆人们做就行了 能为全家人效劳 也是我的荣幸 都饿了一天了 不会就吃点点心吧 大哥 这可吃不饱啊 哪儿这么娇气啊 此后咱们的曼哥还没说什么呢 曼哥 你受累了 客气了 表姐 二少爷 趁热 你是大少奶奶 倒殷勤地给他兄弟呈讨 知道的是你关爱小叔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们俩有什么呢 表姐 既然嫂嫂一片好心 那我一定尝尝 我喝 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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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浩然 疼了 李曼哥 你汤里放了什么 浩然 汤是这个女人做的 一定是她往汤里下了 想堵死我们全家 我喝 我没有 李曼哥 你看不惯我 也不至于要我的命 浩然 你们都出去吧 一步好台我负责 你行吗你 表姐 万哥是医生 可是浩然他 好了 走 您以后就是陆家的少奶奶了 凡事由我们 您不用多操心 对了 在饮食上 大少爷不喜欢肉 二少爷对菌菇过敏 一点都不能吃 你知不知道 少奶奶该做点什么 我亲手烧的菜 已经都在灶泥里了 表姐烧的 一会儿就好了 先找到你杀害兰兰的最诚 别动 你以为你那点小把戏 能够撂得到我 说 老秦 给你多少钱 来照这张地图啊 说的话 我就留你一条命 好 我不懂 大哥说得对啊 别动 别动 这大女孩子呢 要温柔一点 你要干什么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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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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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救命啊 曼克 救命啊 曼克 大哥 大哥 昊然 你看看 你看看 你女人 趁我昏迷的时候 她轻薄我 林曼克 你这个贱人 桑桑 我 我可是你小叔啊 差不多得了 曼哥 你没事吧 二少爷应该 被军队过敏 精神错乱 上了训 可以镇定安身 现在清醒了吗 说得对 我就是为了你来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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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相信我吗 当然相信你了 昊然呢 一直都这么调皮 运宁 也没什么成功 好开就玩笑罢了 门哥 我答应你 以后不会有这样的事了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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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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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件 第二件事是 那个福利院是那个女人长大的地方 之后在医馆帮工 几个月前 她跟大少爷在医馆相识 和秦文远好像没什么交往 但是 那个福利院属于秦文远的势力 第一件事就是 再说说第三件呗 第三件事是 秦文远那个老狐狸 虽说是商会会长 其实就是连大帅的狗腿子 姓连的找头找了那么久 如今有了一个信徒的机会 那个老狐狸肯定不会放狂 有意思 我先出去一趟 二少爷 你可别去福利院 秦文远的人可一直盯着你呢 你可真准时 你可别吵她们了 应该已经休息了吧 你可别吵她们了 应该已经休息了吧 但是你和平儿的病不能再耽搁了 这些钱你拿着 也给姐妹们能填补一下 这太多了 满哥姐 我用不了这么多 你快拿着吧 我前两天去医馆没找见你 你没事吧 放心 我没事啊 我呢 也是想帮兰兰做点事 时间不早了 你们快学习吧 我先走了 你一定多保重 照顾好自己 我先走了 抓人 站住 这边 快点 别跑 站住 站住 二少爷 二少爷 二少爷你没事吧 二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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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少爷